外人聽到空 有時候就會以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底下來分辨 到底什麼是邪的空 什麼是真正的空 仰者有哪些差別 問曰 如果一切諸法性常至空 是真空無所有 那怎麼會不度邪見呢 邪見那就是無罪無福 沒有今事後事 那你主張空 那是不是都沒有罪福 沒有今事後事 那你主張一切皆空的話 那我就度入邪見嗎 論主回答 有邪空與真空的分別 邪空他只是說無果 但是真正的空 不但果沒有自信 因也是沒有自信 因果並極 無罪無福的人 他不是說沒有今事 他只是說沒有後事 所以有些人他在今事 他就盡情享樂 他說趁現在不早點享樂 死了以後 那多可惜啊 什麼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 這個邪空他只是說沒有後事 但是他還執著有現在事 如草木之類自生自滅 或者有的人生 或者有人被殺 那至於現在 死後就沒了 無後事生 前面是講邪空 無果的 或者無後事的 那後面的真空 正見呢 是說 其實 官身內外 包括六根六成啊 等等 所有自相皆空 就當體極空 那這個空是 因緣合合而生 無自信 稱為空 並不是像外人一樣 認為什麼都沒有 B 邪空行惡斷善 而真空善惡無作 邪見人 他說空 可是你說空 卻經常在做壞事 好事沒有做 可是壞事經常在做 那怎麼是空呢 對不對 可是官空人 善法善不欲作 何況作惡 這個不能從字面來看 就是官空人 他懶懶的 一些善法都不做 其實不是這樣子 他有特殊的意思 那我們舉一個來看就很清楚 請看講義492頁 瓜虎二的地方 若菩薩不行一切法 不得一切法 故得波羅波羅蜜 所以則何 諸行皆虛妄不實 諸行就是所有的一切有違法 包括不善法 包括善法 這些通通是有違法 有違法都是虛妄不實的 或禁有過或原有過 禁有過是甚麼意思呢 如不善法 禁在眼前 我們很容易發現他 他就是不好的 有過失的 不善法 禁有過罪 而善法 我們當下還不知道 他有過失 可是久了以後變異 他會產生變化 如果執著的話 會產生憂苦 所以原有過罪 從長遠來說 執著善法 他也會產生染污 一樣有過罪 所以我回過來看 這裡觀空人 他其實是不執著 說我在做善法 我慈禁靜 你慈禁不慈禁 他不是帶著這種心 為善不義人知 他為善也不居功 認為自己應該做的事 而不是說我在做善事 很有功勞 驕傲自慢 他不是這樣子 對做善事都覺得 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 不執著 那惡法 他當然更不會去做了 C 斜空斷滅令空 真空是不破不壞 他當體極空 並不是破壞色 才成為空 問曰 斜見有兩種 也的破因破果 也的破果不破因 如你之前所說破果不破因 破果破因者 如果因果都破的話 沒有因 沒有緣 沒有罪 沒有福 這是破因 破果就是今世後世 或者是罪福的果報 這個都過 那外人認為說 你關空人因果 都是空極的 那這樣的話 罪福因果都沒有的話 跟那個因果皆破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外人提出這樣的質疑 好 論主回答 斜見人 於諸法斷滅令空 他是滅了諸法以後 才是空 可是大聖人 大聖的人 他知道諸法當體極空 他是無自信 說他是空 不破不壞 第一 邪空是破法令空 真空是不破不壞 我曰邪見有三種 第一個是破果不破因 比如說破罪福的果報 而不破罪福的因緣 他是破因緣的果報 而不破因緣 就是破果不破因 他破後世 不破今世 第二個是因果皆破 破罪福的果報 也破罪福 破因緣的果報 也破因緣 破後世也破今世 不過他不破一切法 第三 他更加一切法都破了 令他無所有 外人就質疑 說你真空人 說真空無所有 那跟第三個邪見 破一切法 即令無所有 有什麼不同呢 論主再一次重生 邪見 他是破諸法令空 可是觀空人 他是知道諸法 不自信 當體極空 他不破不壞 一 斜空 他是取空向 执著 产生細論 可是真空 他真正 提不到空的 他反而不取空向 不細論 F 斜空 他嘴巴說空 可是他做的事情 都是有 真空的人 知道空 心不動 所以斜空的人 他嘴巴說空 行是有 會產生煩惱 真空的人 知道空 心不動 不生煩惱 斜見人 雖然嘴巴說一切法空 可是他還會有貪愛 還會有稱恨 還會起高慢 還會產生愚痴 的種種念頭 如果說你真正空的話 你不會隨靜轉 不會說看到這個貪 看到不隨我的意 就產生稱 他不會這樣子 所以他會產生貪 撐 慢 痴 那代表說他沒有 真正體覺到 諸法空向 但是佛弟子不一樣 他知道空心不動 一切煩惱生畜 他不再生 譬如虛空 煙火不能夠染 大雨也不能夠讓他濕 像這樣觀空種種煩惱 不會再執著他的心 你去嘗試 你去嘗試 等了 你去嘗試 不想 你去嘗試